以往对退化性关节炎 国人的保养观念就是吃葡萄糖胺 但医师认为光补充葡萄糖胺 对关节软骨的保养还是不够 在针对软骨的胶原蛋白 这一块的补充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结构我们必须要维持 年纪越大当然流失会越快 而且软骨的细胞的活性也会越来越差 除了葡萄糖胺研究也发现 软骨中含有第二型胶原蛋白 医师认为补充第二型胶原蛋白也不错 有一些新的一些方式 它可以利用低温萃取的方式 低温萃取的方式 它可以保有极大数的这种 所谓的蛋白质的一种活性 然后造成我们就是现在比较流行 大家所听过的叫非变性的 那种第二型的胶原蛋白 专家建议除了吃保养品 也可以多补充富含维他命C的蔬果 还有适度运动 一样能保护关节软骨 大爱新闻黄才奇 科兴剧台北报导